中秋连假将至,不少人安排烤肉过节,有业者抢工中秋商机,推出烤肉套餐组合,透过网购将烤肉食材宅配到府更方便,不过萧姬会随机抽查11家业者,调查发现网购套餐组合资讯揭露不合格,全数不符法规。 萧姬会指出,见事业者推出多人份烤肉套餐组合,其揭露内容是否符合以通讯交易方式,并定制食品或餐饮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,结果发现九成业者未完整标示企业经营者资讯,若发生消费纠纷时,只怕消费者求主无门。 依销保法,主管机关可令其限期改善,未改正者可处3万至30万罚还,未改正者,可按次处5万至50万罚还。 另外,消费者仅能透过逛购业者提供的精美照片或宣传文字,作为购买参考依据,食材新鲜度,重量等,得下订单,收到货后才能确定是否符合期待值。 消费会也发现,八家业者不符合现行法规,包括未标示内容物名称,保存期限等,消费会表示,网购纠纷层出不穷,政府及单多透过稽查方式来管理,不仅被动有好人力,应加强监督网购平台,也不能每次一发生纠纷,只让业者限期改善的侥幸心态,造成类似纠纷不断发生。 而消费者下订单前,最好看清楚网站上的公告规则,避免应时冲动花钱,却买到不符预期的商品,最后落得求偿无门,无法退换货的情况。 中秋连假将至,不少人安排烤肉过节,有业者抢供中秋商机,推出烤肉套餐组合,消机会随机抽查11家业者,调查发现网购套餐组合资讯揭露不合格。 图销机会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